我們之前曾報道 湖南有一個女人申請離婚四次都被法院駁回 但現在她的願望終於實現 在第五次向法院提出申請之後 終於被判離婚 張偉聰報道 講話的男人叫陳定華 她老婆寧順花 認為丈夫爛倒還有家暴行為 先後向法院提出四次離婚不果 原因包括法院認為 兩人的感情還未破裂 還有機會修補 事件在網上發酵之後 輿論一面倒傾向了女方 但同村的人就不是這樣看 林順花曾經因為被家捕 而向法院申請保護令 並聲稱陳定華攻擊她的家人 令她弟弟和爸爸受傷 但陳定華就說自己不是首先動手那個 我會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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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年3月 林順花第五次向法院提出離婚 法院在4月30日開庭處理 並且當庭宣判 兩人感情破裂 準於離婚 凌順花的律師說 會再次申請人身保護令 保證女方安全 我已經把要歸還她的東西都已經戴上了 戒指 項鍊 手鍊 然後返場證 上面是我們兩個人的名字 但是我不分割她的財產 關於她的回憶我都想刪除掉 但陳定華 或者仍然打算好像以前那樣 無視法庭的人身保護令 在裡面有很大的原因 我有很大的委屈在裡面 我就想離婚了兩個都不好過 有些電視記者將會衝報到